第四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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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努力戰勝股市 無論是作為一個法輪機構操盤手或是分析師 我相信只要有新链就可以實現 2020年極具意義 3月領先預告道雄指數有下跌5000點的工錢 道雄指數直接跌破了2萬點的整數關卡 成功保護了邏輯博弈教室的粉絲們 避開了道雄指數十天內四次龍鑽截停的風險 並且提前預告3月18日小道雄三屋日的超級短折 2020年3月19日 加權指數出現8523低點 RSI創下歷史性低時 公開呼籲是時候進場了 3月20日抓住聯發科301元的超級短折 再度大聲疾呼此時不進場更待何時 3月25日聯發科三天大漲52元 完美超級成功 大家都在場 有目共睹 邏輯博弈教室的粉絲們也在場 對我的支持與鼓勵 不與倫比的重要 激勵我繼續往前走的動力 這感覺非常美好 如今我肩上的責任更重了 抓趨勢 贏債觀點 抓趨勢 贏債觀點 抓趨勢 贏債觀點 歡迎收看劉奇博弈 我是李財周刊的副總主播 下午盤的旗子 它是一個開低的 那麼這個就比較不好 因為你要知道 現在就是漲不太起來 從現貨的K線圖的部分 感覺沒有那麼深 但是從期貨盤的位置來看的話 夜盤的感覺就比較明顯一點 就是國慶日之後 這個地方有一個大跌 大跌完之後的反彈 都沒有過萬三 大致上就是被萬三給壓住了 只好這是旗子的夜盤 其實夜盤它會反映的是 美股在晚上的時候的一個漲幅 最近期美股漲的蠻好的 漲到季線 可是我們的夜盤的台子期 都沒有辦法連續漲 你看這個漲一天 然後隔天就一日行情 我們粉絲兔兔也是說 怕一日行情 結果這一次有兩天 漲兩天 漲兩天之後的 今天的夜盤的部分又不太動 所以已經13天了 這13天的過程裡面 一定很多人想要搶反彈 因為跌了4000點了 就差那麼10點 就4000點 那跌了4000點 就過去的經驗來說 這個應該是很不錯的一個機會 但是我們在上一次的理財週刊 也有跟大家提示到 台股的歷史上面 90年 1990年的這一次 有一個大跌 也是從萬點 直接去掉12682 直接把後面給 把這個1萬點把它給去掉 剩下這個尾數 剩下2000多點 然後再來是2000年 2000年那一次也這樣子 也是從萬點跌下來 08年也是一樣 這三次我們都跟大家講說 隔年都有做止跌 也就是說只有跌一年 只有跌一年 那現在今年因為大跌了 跌了三成 那當然大家跌4000點 大家就會覺得說 我已經越來越靠近 這個上升趨勢線了 當然就會比較覺得有機會 不過有沒有看到月KD 不是月KD 是年KD 年KD今年大概是死亡交叉 那明年呢 這個會延續 把這個開口做一個擴大 開口擴大之後 你要說拉上去的話 那起碼也是要用一年的時間 否則就是明年大漲 那明年大漲的機會太小了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這一次會不一樣的 就是這個 去年的航海王 7000億的大量 對不對 單日 然後持續一個月 結果套了一缸子的籌碼 所以你會發現到說 這一次台股在跌了4000點之後 大家搶反彈的那個動能 沒有很高 因為套了一缸子在航海王那邊 所以沒有量 那贏家呢 贏家也不太想進來 更重要的是有錢人 現在是 就是在變現的部分 我看到今天有一個新聞 就蠻驚訝的 你看這是今天的 這個是中央廣播電台 你不要說什麼 這是官方的 官方的 官方的中央廣播電台 這個新聞是寫什麼 沒有幻想 但是難免 因為官方總是要稍微比較 打壓一下 但是我想它不會造假 就是中國的有錢人 還有台商 急著要拋產 上海的豪宅 打六折出售 我當然是相信 對不對 因為現在的這個情況 因為它這個寫的很清楚 像什麼某某 上海的豪宅 什麼名字 盛大金碧小區 然後華山下都院豪宅 然後就是9月份的掛牌 6000萬人民幣 現在是3599萬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是 金融街的榮譽小區 這個豪宅是上個月賣5500萬人民幣 這個月降到 這禮拜了 就是中共二次大之後 禮拜一就馬上降到剩3000萬 一下子就砍了2500萬 那麼因為它都寫得這麼清楚 所以不太可能是造假的 就我相信對不對 我相信這個就 所以同樣的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的台灣的有錢人 我不知道他會打 他會做什麼樣的算盤 但是我從我那個同學 這個就是 已經到新加坡 去陪孩子唸書了 所以我想中國很多的有錢人 還有包括台商 還有包括這一次我們本土的這些有錢人 就對股市會比較冷感一點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 以前我們都是看經濟因素 但這兩天你可以看到 很多國際級的那些大咖 他說的是什麼 現在已經經濟因素不是最大的風險 而是政治地緣政治風險 這個你就無解了 因為風險就在習大大那邊 習大大就擺得很明了 擺得多明了 我看一個 你看 這是 曾經被白宮制裁的 現在大陸的國防部長 曾經被白宮制裁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之前的時候 白宮說 這個人就是李尚福 然後有從俄羅斯進口這個武器 俄羅斯被美國制裁 所以他就是怎麼樣 他就是被美國制裁的名單裡面 個人 結果現在習大大就怎麼樣 我就跟你嗆聲 因為美國跟中國的軍事有交流 然後國防部長就負責交流的部分 現在找了一個被你們白宮制裁的人 被你們白宮制裁的人 來當國防部長 意思是說軍事上面 沒什麼好談的 對不對 白宮當然會覺得說 靠腰你就是在跟我嗆聲 對不對 所以你說這個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好吧 剛剛講我們的連線 就是 基本上大跌一年之後 隔年就會做直跌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會例外 為什麼 除了剛剛的成交量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恆生 恆生的部分 我們來看看 這是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的部分 去年的1月 3萬點 3萬1 3萬1的恆生 在去年的1月這個附近 就開始往下跌 跌多久 整整兩年 沒有漲過 有一種股市 叫做只會跌不會漲 有一種通膨 有一種通膨 叫做只會趴在地上 不會起來的 就是日本的通縮 30年 20年 日本通縮20年 然後經濟泡沫是30年 我想這一次玩的格局很大 這個恆生 你會發現我們最近不太跟美國 對不對 我們最近比較跟恆生 你看下午盤的恆生翻黑 我們的棋子也就翻黑了 他不太理美盤 所以嚴重的脫鉤 所以這個地方就知道了政治因素 這個補解 這個是跌了兩年的恆生 如果複製在台股 那就有的橋了 所以我還不知道 我現在只是說 我們先把這個問題給提出來 提出來之後 你再來看看我們的股票 股票今天就紅通通的 看起來蠻快樂的 那我也認同 我也認同這是一個反彈 但是要特別強調就是 我覺得它是一個弱勢反彈 弱的 弱勢反彈 也就是說 剛才那個旗子的部分有沒有 旗子的部分 這個地方13天的位置 都沒有過這個年限 那麼成效量也放不大 那儘管這個地方有在做一個反彈 就是個股的部分有反彈 那甚至就是 我還當了一下反指標 昨天在這個群裡面就說 這個IP類 這個是進入到跌勢 然後今天馬上IP類 從昨天的盤中我講完之後 就開始反轉上去 然後就做反彈 那我還是要講說 我還是會繼續躺平 我還繼續躺平 為什麼 你看反彈起來就有量 那漲不是有量很好嗎 可是要知道 這誰在賣 對不對 你像創意的部分 它在下跌的過程裡面都帶量 那終於怎麼樣 反彈了一下 可是跌了深 都沒有辦法做漲停板 這個就會告訴我們講 上面幾套賣壓都很重 那現在明天呢 明天必須要繼續漲 明天如果沒有繼續漲 那麼這個就好像是逆水行蹤 它不盡則退 我想今天要搶反彈已經搶了 明天你就要搶 不太會那個 所以聽起來就很不舒服 明明就還漲了 還要打一下 那所以今天我們群裡面就很講 那如果是像這種 像這個圍影 這種漲停板 有沒有賣 像這個很早就漲停板的創圍 要不要賣 像這個漲停板的這個 建設 大量 對不對 第一檔爆大量 而且我們上次跟大家講說 他喜歡做複製 這個走勢 大量 然後拉回 然後之後 好 像這個漲停板要不要賣 我只能夠講說 股票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高考 一定要賣在那個最高點 好像買在那個最低點 只要有賺就好 如果說你一定要堅持 就是我賣的對不對 就是賣了之後就跌 然後買了之後就漲 我想這會輸錢 而且會輸的很慘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 因為這個是空樓市場 我不知道他這一趟 會不會跟前面這一趟 複製一模一樣的 但是我想賣 管他漲停板 後面會被漲 但是我想賣 我今天如果我有這支股票 我賣了 對不對 我是賺錢的 漲上去我是少賺 少賺我還是賺 我不知道 有沒有catch到我那個點 就是說 這不是一個可以貪心的時候 不是可以貪心的時候 你一定要跟他撐到最後一刻 掌停板 明天再跟他拼一下 我中錢我輸多了 我曾經看過在百英九時代的時候 指數07年08年的時候 給你看一下 這有時候有些錢 這沒辦法 你如果只看眼前 那真的是風險很大的 因為明天不知道會怎麼樣 08年 好來這一趟 來看看 這一趟的9800開始往下跌的時候 這裡有缺口 你看到一個多頭的過程裡面 這裡有一個缺口 就告訴你說這一定是破線了 破線之後跌下去跌很重 9800然後 這個好像是已經7000了 看一下 9000 直接先跌800點 那800點跌下去之後 做了一個反彈 這一天我記得好像是漲200多點 看一下 對 這一天漲了2% 214點 富怪禮 富怪禮修正 在這一天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覺得說好像要開始漲了 但是你看到隔天是什麼樣 隔天是大跌的 我把它推回到K線圖的最邊邊 這樣子你比較會有感覺 對不對 你這樣子就很有感覺了 跌下去之後這個富怪禮很大 然後漲起來 這還沒有碰到均線 對不對 可是你看到後來的發展 這一天沒有走的人 下場是什麼 下場是大跌 對不對 下場是隔天大跌 有沒有 跌兩天 所以他這個空頭市場很不穩定 有時候你看到那個漲很漂亮 有沒有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漲 有沒有很漂亮 隔天就蹦一個缺口就下來了 跑都跑不掉 所以我中錢我輸多了 所以我現在很怕 怕到什麼程度 怕到那個對漲銀板都能感 人家是性能感 我是股能感 看到股票漲了 一點反應都沒有 所以我只能夠講說 大家賺 就算我當反指標也沒關係 大家能賺錢當然是很好的 但是我不想參與 一點都不想參與 這個盤很早就已經知道 它會跌到1萬2了 當這個1萬2來的時候 我又發現說 我怎麼沒有那種興奮的感覺 這個就很頭痛了 所以就必須要跟大家講 我覺得至少10年軍旋沒有看到 原則上我對他就是 我就是人感 就這樣子 那月線這邊它有給了大家一點點線索 一點點線索 你看到 它這個地方就是 因為它互盤 所以它做那個線 做的蠻工整的 大跌的下個月 就是做直跌 大跌之後就做直跌 它這個大跌之後 它試著 對不對 在這個地方要做下影線 做下影線不錯 下影線這個是比較高位 所以直接下來 下影線 然後有漲一下 這個地方因為更低了 所以它下影線 應該還可以再推一下下 但是它一直都是大跌小掌 大跌小掌 那這麼明顯的訊號 怎麼能夠碰呢 對不對 但一定有人覺得說 轉折 轉折之後搞不好會有一個大掌 就是因為會這麼想 所以這裡會套牢 所以就是因為這麼想 就會套牢 那我覺得我已經躲過兩次災難 對不對 就算給你這個月再弄到 問題是你可能前兩個月 就已經脫一層皮了 那你現在還有多少錢 可以在這邊搶反台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空樓市場 雖然我覺得說 要抓那個趨勢 然後贏在那個拐點 但是可能慢一點 可能會比較好 你看國安基金超賣人都講 這一波疫情這個是急跌 所以它V型 他都講了這一波是盤跌 盤跌當然就是軟趴趴的 對不對 那當然就是要比較冷感一點 我是這樣覺得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尤其是今天談 看起來紅東東還蠻好看的 但是 因為覺得很掃興 但是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happy一下 那你說真的要happy的話 又講一個大家不愛聽的 就是 你看我們這個輪飛 有沒有 越靠近這個 11月26號 你看這個打雙敵了 打雙敵 我不知道他又要打算幹什麼了 上一次被關緊閉 關了兩次 剛好就 籌碼沈殿 現在又復活了 總之就是這樣子 有些股票會漲 也是蠻好的 這個都可以 我覺得可以碰 但是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歡迎他 所以我就看著他漲 就大概是這樣子 好吧 共富 對 這兔兔說的沒錯 我們股市 希望這些有錢人來幫我們共富一下 但是因為我們是韭菜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閃一下 閃一下比較好 好吧 那時間關係就先到這邊 那麼有一個要提示的 要特別提示的 為什麼我對這個盤又稍微比較 這兩天 主要是因為禮拜五 禮拜五的晚上美國8點鐘的時候 要公佈核心的PC物價指數 目前的預期值又是增加的 所以這個禮拜完之後 下禮拜就是那個了 點總會要開會了 11月1號 我覺得這個數據 通膨最後的數據又是不好的 所以我不太敢去碰它 所以大概就這樣子 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的夜盤的部分 這一次居然沒有跟上 美股的反彈 一定有一些的暗示 有些人的技術分析就是說 它這個地方下來 然後背離 但對我來說 我覺得它這個就是 長不上去了 所以我在猜 這個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補一個下來 到時候我們再做觀察的部分 好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是的 昨天 我們可以了解 一下 發言 很可怕 我們就規了